10月1日,第55届金马奖公布入围名单,邓超凭借尹入围第5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,她在片中一人分饰两绝,而在戏中扮演其妻子的孙丽也入围最佳女主角。 邓超表示,首先感谢金马奖,感谢主办方,最高兴的是自己的太太这次入围,然后谁能帮忙问一下,是子虞入围了还是靖州入围了? 据悉,第55届台湾金马奖将于11月17日举行颁奖典礼,入围的最佳女主角有周迅,你好之华,赵涛,江湖儿女,孙丽,尹,谢银轩,谁先爱上她的,惠美惠兹,三夫,最佳男主角有段一红,暴雪将至,邱泽,谁先爱上她的,邓超尹,徐珍,我不是要神,彭于唱,大象戏第二作,近日由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影即将上映,作为主演的邓超,孙丽夫妇也是很难得的一起合体做宣传。 日前,有网友在电影院前偶遇到邓超、孙丽夫妻两人,虽然二人身边是有许多的保安护驾,但是邓超好像担心自己的老婆被抢走一样,一手挽住孙丽的手臂,一手握住她的手掌。